欢迎回来 在上一课中 我们介绍了DeFi的概念及其基本机制 我们还讨论了是什么让DeFi安全 在这一课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DeApps 获取重新化应用程序的世界 了解他们的独特功能 并探索一些流行的例子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什么是DeApps 去重新化应用程序或DeApps 是在区块链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这意味着他们不受任何单一尸体的控制 与运行在集中式服务器的传统应用不同 DeApps在计算机网络上运行 这确保了他们提供透明度 增强的安全性和对审查的抵抗 DeApps基于三个主要原则 开源 意味着应用程序代码公开共享 确保人人都能明白其工作方式 与重新化 与其使用一个主要位置 DeApps利用区块链技术 将数据分散到许多不同的地方 吉利为了鼓励参与 DeApps通常会用像一台方的一台 这样的代币奖利用户 随着区块链世界的发展 出现了许多DeApps 每个都有七独特的用途 让我们看几个 在过去的几年里 去重新花应用DeApps 在金融领域变得非常流行 因为他们提供了如之鸭和挖矿 这样的独特机会 例如 看Balancer和AAV 这些去重新化金融平台 允许用户借贷 借入 并在加密货币持有上赚利息 还有一些DeApps 如Uniswap和Stone DeFi 我们在关于DeFi的课程中 曾经提到了这些平台 这些平台充当去重新化交易所或DeX DeX是DeApp生态系统的基石 在去重新化交易所上 宁可直接从钱包交易 始终完全控制资产 这意味着没有中阶的需要 费用更低 安全性更高 在DeFi课程中 我们还发现 DeX充当着自动做事上 也就是说GAMM 他们在某些区块链上 建立流动行持 这允许任何用户 在同一区块链上 将他们的代币 与另一个加密代币 进行交换 例如 Uniswap允许用户 将任何基于 以太方的代币 成为ERC20 与以太方网络上的任 和其他加密货币 进行交换 在DeX上进行交易 为其用户提供了 逃利的机会 这是一种情况 用户可在一个交易所 购买代币 然后在另一个 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交易 再拆解卖出 例如 Bob从A交易所买了 基于以太方的代币 然后转移到 另一个区 重新化交易所币 并以更高价格卖出 差异成为利润增长 这被成为逃利交易 在金融领域 取重新化应用世界中 闪电贷款概念 是另一独特特点 想象一下 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 接入大量加密货币 在另一个交易所 交换或出手他们 并从价格差异中的利润 听起来很酷 但有什么陷阱吗 你必须在同一交易中 几分钟内返回 这就是为什么 对初级用户 尝试闪电贷 可能有风险 他们动作快且 可能棘手 故深入了 接后在行动最佳 那么除了金融领域外的 其他领域呢 我们看看 数字艺术的世界 另一个流行的 取重新化应用是NFTX 一个平台允许您 基于您拥有的NFT 收藏创建 一个基于以太坊的 ERC20代币 再次之后 您可以交易这些 独特的数字代币 或将它们用作低压 除了金融或数字一组 还有游戏领域的 取重新化应用如RC 用户在此玩竞争 行销游戏 转取加密货币 并手机NFT 在体育领域的 另一个例子 Socios.com 是一个平台 体育迷可以在这里 与他们最喜爱的 队伍互动并获得奖励 总之 在这一课中 我们介绍了 DApps的基础知识 了解了它们的 独特功能 并查看了一些流行的例子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NFTs的主题 了解它们的应用 是什么让它们变得流行 以及它们为用户提供的机会 对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